我們剛剛聊這個韓國的監視文化 我們請宇少一起來看 講到監視文化 哇塞 中國應該算是各宗翹楚 最近又頒覆一個新的命令 對 在去年中國疫情最險峻的時候 習近平下了一個很重要的條子 什麼叫做中國防疫的最高指導原則 四個字 另行禁止 什麼叫另行禁止呢 黨說你不能動就不能動 黨說你可以走的時候趕緊用跑的 這就是中國版的一二三 木頭人嘛 現在監控基本上擴大到什麼範圍呢 第一個 國家市場監管總局 要擴大反壟蛋的這個局的規模 成立了三個部門 過去呢 每個部門大概就五十個 現在擴充到一百 到一百五十人 我的說法叫什麼呢 用經濟手段達到政治目標 在民主國家或是在資本市場 這都很正常嘛 Antitrust 托拉斯調查 市場晉升 併購監管 併購監管 所以先講這個併購監管 2015年的時候呢 寶萬之爭 轟轟烈烈 我們都知道寶克跟那個 寶龍跟萬科 這兩個之間的併購 基本上引發市場的討論嘛 但是呢 剛才我說的 什麼叫做經濟手段達到政治目標 誰定義的 基本上誰定義的 國家定義的嘛 所以呢 並不是法律規範 而是由法改委頒布的相關的命令 第二個呢 很重要的地方 延續了這個東西之後呢 就以下幾個動作嘛 這叫親往行動 什麼叫親往行動 有六千七百多人被判刑事犯 逮捕了一點另外 你違反市場交易 或是呢 你干擾市場秩序 究竟這是經濟犯還是政治犯 那條線基本上很模糊 簡單講 我自行認定 你有影響到市場交易的內容 或是影響到市場的這個秩序 基本上我予以逮捕 還好是用刑事犯 不是用政治犯 接下來呢 其實是兩千六百余界啦 APP被控違法監控 最有趣的地方是什麼 我國家監控 你居然還有人違法監控別人 簡單來說 這些APP掌握人家大數據 開什麼玩笑 掌握大數據是我的特權 你掌握什麼大數據 所以說你看那一些 這個相關的企業 被收回國有第一件事情 中共要他們什麼 我要你的資料庫 我要你把你的資料庫給我上交 因為對我來講 那是最重要的 特別是我們說BAT三本柱 他們被規口管理之後呢 我要你的資料庫知道過去 哪些人在百度搜過什麼 開玩笑的人搜尋是 習近平健康 你想幹什麼 或是說呢 你到騰訊 你是看什麼影片 你是看這個美國的 這個腐朽的電影相關的 所以你可以發現得到這樣的結果 還有呢 上禮拜我們講到長青湖嘛 結果呢這個媒體人叫羅昌平 他跳出來告訴大家說 長青湖這部電影呢 違反史實 最關鍵的地方是什麼呢 難道有些人為了成為 沙凋連 就是為了應付那個英明的決策 糟糕了 小粉紅肉收 冰凋連就冰凋連 什麼沙凋連 沙凋連有什麼在 諧音嘛 沙凋連嘛 簡單講這叫做余忠 所以呢 他就被我們知道 中國官方有兩個很有名的公眾號 一個叫做軍政平 是解放軍的 另外叫做長安艦 是政法委系統了 直接告訴大家說 你武衊先賢烈士 他被逮捕 刑責 網紅逃漏稅 還好啦 他不是趙薇啦 但是呢 年輕人所向的網紅 立刻說呢 六百六十二萬人民幣 六百六十二萬台幣 兩三千萬 所以肅殺的氛圍 你可以發現 涵蓋在金融資本市場 跟文化領域 下一個你看了會更害怕 媒體又來了 一想到媒體監控 你會想到中國的哪些官方單位 你會想是中宣部嘛 再不然呢 你會想到是網信辦 國信辦 或是國家廣電總局 結果現階段 發的紅頭文件的單位是什麼 發改委 發改委是什麼 就是以前的紀委會吧 中國是一個計畫經濟的部門 資源分配跟市場規模 誰來決定 誰來定調 我們過去講過 宏寬調控要軟著陸 宏寬調控的力道跟政策 誰來決定 發改委 現在發改委時間告訴大家說 媒體啊 他搞那個市場准入負面清單 那告訴大家說呢 非公有資本的媒體呢 不能做以下六件事 把紅線畫給你看 來我們簡單念一下 不得從事新聞採編 播發業務 簡單來講 除非是新華社 如果你今天是民視 不准做這樣的事情 不得投資設立 經營新聞機構 不得經營新聞機構的版面 不得引進境外媒體 你不能自己啊 去引述AP啊 像美聯社啊 那不行 第五個更有趣啊 你不得自己頒獎 簡單啊 全中國呢 不准有普利斯講這種 只有國家的 民間的一些評選的一些 當然沒這回事 你怎麼可以決定什麼 叫做卓越新聞呢 我決定 你不能決定 第六個很可憐啊 財經週末趴在中國一定開不成 不得從事涉及戰兵軍事 輿論導向和價值取向的活動業務 如果財經週末趴在中國開 第一會翻兩頭 天罪 第二是什麼 你影響市場秩序嗎 你企圖影響資本市場嗎 誰告訴你可以呢 告訴大家投資理財的方向 價值取向 第二是什麼 你不准開 因為啊 你不是公有資本嗎 你是私人的嗎 這個到底誰可以做 都不能做了啊 這都告訴你嘛 這民間的新聞機構 同樣都要收起來了 共同富裕的領域 無遠復健 已經管到宇宙了 所以說你看 他為什麼要發改委 決定你的產權結構 決定你的經濟基礎 就決定你的上層建築嘛 所以說呢 私有企業這樣的經濟生產力跟經濟基礎 決定了你的上層建築 上層建築就是法律制度規範跟價值原則 歷史文物論重新再演示給大家看 最後 好就是管得太厲害了 現在管到連美國人都受不了了 美國第一學府哈佛學院 本來是有個哈佛北京學院 最近改囉 變成哈佛台北學院 本來是跟北大這個原中心這邊 現在變成跟我們的臺灣大學合作了 對 美中關係好的時候叫做有來有往 簡單來講來的地方什麼 你有孔子學院是不是 明明是搞大內宣大外宣的 來來來來給你開 教全世界講中國話 另外部分是什麼呢 我也允許你美國想辦法 到北京去開這種哈佛的北京學院 入境問俗 其實這個學校過去在北京開是很受歡迎的 外國人去中國學道地的北京話 要吃北京烤鴨 要學打麻將 要了解所有的廣大博生的中華文化 這才有辦法學得一口晶片子 但是現在問題麻煩了 美中經貿關係或是美中關係 基本上有很多矛盾 再加上人家反映出來很多事實 北京缺乏友善的態度 什麼叫缺乏友善態度 沒有為所有學生提供宿舍 要分頭入住兩種品質不同的宿舍 這叫做價格歧視 這叫區別對待 還有呢 被中國要求不能在七月四號的時候唱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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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求太過分 我在你中國領土 我參我美國國歌不行 因為過去這個學校 美國人在那裡遇到國際的時候 會聚會點個披薩 或是看看美國的電影 或是唱唱美國國歌 這些東西現在都完全禁止 所以逼人家怎麼樣呢 在這個地方受不了 學的不是中國話 學的叫黨話 講的東西回去 每個美國人學習近平好不好 變得是這樣的北京話 所以這不是原資源為人家想學的 所以人家怎麼樣呢 我們說供應鏈發生轉單 這種學校呢 基本上也跑回來台灣 二零二年改成什麼 本來叫做哈佛北京學院 下面叫哈佛台北學院 所以轉單效應不是有在供應鏈跟訂單 還包含什麼呢 包含教育這樣的文化產業 OK 所以現在就是變成 跟我們台灣的關係變好了 是的 OK 謝謝宇舍 我們今天謝謝現場所有的來賓 那希望大家今天看我們節目之後呢 重新燃起的希望 讓自己可以健康平安的翻轉人生 快樂逆襲 下個禮拜再揪您 一起來開趴囉 拜拜 拜拜 拜拜